这是一款非常简单的棍状面包 长得有点像法棍 您管它叫法棍也行 但是确实还是有一点不一样 这款面包里头加了一点东西 这些就是所用到的食材 左边那些食材除了油以外 所有的放在一起搅拌均匀 还漏了一个就是这种香叶碎 我这次用的是面包机和的面 就是烤面包用的面包机 但我用它来和面 香叶碎随意 您喜欢加多少都行 糖 盐 干酵母大约5克 但如果您喜欢吃更咸一点的 也可以多放一点盐 各种材料基本搅匀之后再放入油 我这次用的是50克黄油 放了一些油的目的是想面包放凉之后 也不会特别的干硬 这就发好了 取出来放到面板上整理成型 刚才说了加油 如果您不喜欢放油也可以不放 但是水的量需要增加一些 我把这个面团略微整理 分成两块 先把其中一块整理成饼 擀也行 压也行 拍也行 随便您喜欢 我们把它压成饼是为了在里面卷东西 这个我先放上切碎的橄榄 然后卷起来 就成了一个长条状的 除了橄榄还又额外撒了一点香叶 没有再放盐 因为那个橄榄本身就是咸的 卷好之后稍微整理一下两头 让这个两头看起来平整光滑一些 比较好看 不整理也行 然后就是把它转移到烤盘上 做二次发酵 第二个面团也是这样做 大同小异 只不过这第二个面团 我放一些黑芝麻粉 黑芝麻粉不咸 所以又撒了一点盐 也是卷成长条 收好口放在烤盘上二次发酵 为了更加的好看又好吃 上面刷水 沾了一些芝麻 也顺便沾了一点香叶 二次发酵的时间跟温度有关 大约40分钟左右吧 这就二次发酵好了 把它们分开一点准备去烤 烤之前又在上面拉了几道 预热烤箱220度 烤了15分钟 然后拿出来把烤盘转个方向放回去 又烤了5分钟 这是一款咸味面包 但也不是特别的咸 因为有一点油 所以放凉之后也不会特别的干硬 中间卷的东西除了我卷的这两样 您还可以随意卷其他的 您喜欢的任何东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